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1989年 美国蓝鞋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之后 美国蓝蓝几乎预定了奥运会金牌 从1992年组建孟之队开始 直到2000年都没有让冠军旁落 但孟六队在2004年兵败雅典 紧紧收获铜牌 这让不可一世的美国蓝蓝顿感危机 而02年世锦赛第6 06年世锦赛第3的成绩 也一同佐证国际篮球和美国篮球的差距正在快速缩小 为捍卫蓝坛霸主地位 2008年北京奥运会 美国队已经输不起了 此前他们还能有借口说 没有派出最强战力 但这一次 他们主力进出 是要拿回属于失去的荣耀 经过多个赛季锻炼的封城四侠 新版犹他双煞 龙王 魔兽坐镇内线 基德老儿弥坚 加上普林斯的防守和里德的外线火力 孟八账面实力超然 但这并不是没有翻车的可能 而最好的球员出动 则是给所有人注射了一针强心剂 科比在中国的人气有多高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就是最好的答案 当摄影师扫过世界各个国家 地区的体育代表团时 观众看到无数体坛大咖 但是当镜头给到科比的时候 整个鸟巢体育场都沸腾了 振振欢呼声不绝于耳 导播给到科比的镜头 持续时间长达10秒 这是仅次于东道主中国代表团的待遇 嗯 不夺冠真的说不过去了 但是想要拿金牌也并非易事 比赛是要一场场打的 带着复仇火焰的孟八队 比以往都更加谨慎 他们在小组赛展开邪虐 到了淘汰赛也是碾压之势 半决赛对上卫冕冠军阿根廷 在科比的率领下 孟八终于洗刷了此前的耻辱 以101比81大胜对手 这场比赛是证明科比领袖能力的一战 也是孟八队晚尊之战 整场比赛 科比在进攻端仅仅爆发了8分钟 就把阿根廷防线打穿 当吉诺比利受伤下场后 科比也没了出手欲望 转而将全部的精力放在了防守和侧应上 帮助队友寻找状态 为接下来的决赛做好准备 而决赛的对手就是科比的胡人队友 加索尔领先的西班牙 在此前的小组赛 孟八以119比82 狂胜这支06年世锦赛冠军 但后者明显是在装死 总决赛被加内特狠狠压制的加索尔 到了奥运赛场摇身一变 成了内线大杀器 因此金牌战也被视为胡人得比 只是赛前没有人会想到 此战会如此激烈 其精彩程度足以载入奥运史册 当时西班牙全场都打出精彩配合 球队所有人都分工明确 相比于NBA 国际赛场上的内线作用尤为凸显 波使霍华德在加索尔坐镇的西班牙禁区 根本讨不到便宜 反而被对方语取语求 炸弹纳瓦罗的抛头 甚至比保罗还要神准 健康的鲁迪菲尔南德斯 是不折不扣的西班牙飞人 进攻属性拉满 未满18岁的金童卢比奥 在场边叙事待发 半场结束时 孟八队依靠韦德的出色发挥 也仅以69比61领先8分 一边在战 局势依旧焦灼 你有来言他有趣语 场面十分窒息 第四节后半段 美国队依靠科比的不断得分和助攻 这才有了把比分拉开的趋势 但是西班牙不抛弃不放弃 在末节还有三分钟的时候 愣是顽强地把比分追到了只差4分 重燃比赛悬念 别看此时孟八还是领先的一方 但气势已经渐渐地来到了西班牙这边 就连现场的中立球迷也纷纷为后者加油 期待他们能击碎孟八的豪言壮语 这也能理解 大部分人都希望看暴冷 喜欢不被看好的一方完成绝地反击 这样的谈资可比提前知道结果的比赛有意思得多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把孟八比作三巨头的热火 西班牙比作达拉斯独心侠 好事者都想看詹姆斯笑话 然而实际情况就是孟八有着比詹姆斯更好的主角 可比 关键时刻 韦德突破到罚球线附近 面对补防 跳起将球分给右侧跟进的可比 可比毫不迟疑 迎着鲁迪费尔南德斯的防守 果断投出一记三分球 皮球在裁判的哨声中落入网袋 打4分 费尔南德斯领到第五次犯规 被罚出场 但见可比不动声色 将左手食指轻轻竖在嘴唇上 意味让那些支持西班牙的观众近声 面容冷峻霸气尽险 噓 关键时刻 只属于我 可比 布兰恩特 黑曼巴的致命一击 让西班牙的全部努力复制东流 终于 美国南篮完成救赎 夺得北京奥运会的金牌 后来 孟八队的主帅老K 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可比 2008年决赛对阵西班牙 是可比挺身而出拯救了美国队 他简直就是毒蛇 这一天 恰巧是可比30岁的生日 全场观众为他高唱 生日歌 他向观众致敬 眼中以泪花闪烁 没有什么比金牌更好的礼物了 有道是三十而立 经过北京奥运会洗礼的可比 在接下来两个赛季 迎来个人荣誉巅峰 大队完成两连贯 收获两个FMVP 这些都伴随着08年那个夏天 一起收录在每个可比球迷的心中 时隔多年 再次咀嚼依旧甜蜜 诚然 孟八队的得分王不是可比 而是维德 后者已是决赛里得分最多的球员 再看一下可比 场均15分 2.8篮板 2.1助攻 得分只位列队内第三 然而数据并不能完全反映 可比在场上的作用 他带给孟八队的精气神 才是最宝贵的财富 来听听维德的采访吧 我与可比一起打球时 最喜欢的记忆是 那时我从板凳锡上场 可比来找到我 他说 嘿 伙计 你只管进攻 我来扮演防守者的角色 我来侵扰他们 可比在意的就是防守 维德表示 和一个在进攻端 拥有那么多丰富手段的人 一起打球 他本可以要求 我们每次进攻 都把球交到他手里 而他那时在意的 却是防守 还是在奥运会上 兄弟 这太夸张了 当队内的头牌都放下身段 做着脏活泪活 还有谁敢有所懈怠 在小组赛 可比飞升去拼抢地板球的 这个细节就能看出 他是有多想赢 一个回合的球权交替 改变不了结果 毕竟孟八的实力 远远超出一劫 但是可以改变 队内所有人 对比赛的态度 而这样的态度 往往会在最关键的时候 发挥作用 此前几年的美国队 账面实力其实不弱 全世界也没有任何一支队伍 比他们拥有更多的NBA球员 但结果就是输了 而且输得很难堪 对国际规则的不适应 是其中原因之一 而更大的原因是 大部分球员都不肯放下身段 个个好大喜功 只想在进攻端表演 而不扎根于最基本的防守 这就是为什么复仇者联盟 一定需要美国队长 傲娇的雷神 会因为接受不了失败而自暴自弃 堕落成一个血液里 流淌着奶酪酱的肥宅 此前一直是 复联战力天花板的浩克 被灭霸打败后 一度不想变身 钢铁侠确实也很伟大 但他并没有凝聚力 只有美国队长 最具领袖气质 他的超能力不是最强的 但意志属性满格 以血肉之躯徒手拉飞机 砸时让人震撼 而孟八队里 科比就是这样的美国队长 论天赋 他不是最高的 但绝对是最有战斗意志的 自从1992年巴萨罗纳奥运会 允许NBA球员参加之后 每一届美国男篮都汇集了 不少大牌球星 他们无一不在联盟里呼风唤雨 而到了奥运赛场 进攻表现最好的 你知道是谁吗 不是被对手要签名的乔丹 不是无差别单打的杜兰特 也不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美国队长科比 而是卡梅隆·安东尼 甜瓜大部分时间都是替补身份 但只要他一上场 孟知队的得分就卡卡往上涨 因此他也被球迷们称为奥运瓜 而在他出战的多届奥运会中 表现最亮眼的 当属12年的伦敦 他以一己之力打爆对手 刷新一系列奥运记录 今天这部影片阿斌就带大家重温 安东尼在梦10队的超神表现 时间回到2012年4月11日 此时正值2011-12赛季常规赛收官阶段 当晚尼克主场迎战公牛 安东尼打出生涯代表作 就在第四节还剩11秒时 安东尼的一记三分球 带领尼克追平公牛进入加实赛 加实赛最后8秒 又是安东尼以记三分球射进网斗 帮助尼克最终以100比99击败公牛 保住了东部季后赛的席位 那个赛季尼克的遭遇 和今年的篮网颇为相似 开赛前都是三巨头配置 剑职总冠军 赛季中 也都有核心成员长期缺阵 有队内角色球员扛过一段时间大棋 最终在当家球星的乏力下 才挤进了季后赛 并且都排名东部第七 不同的是 今年篮网面对的是年轻的绿军 而那时的尼克需要迎战巅峰期的热火 虽然赛季莫小思复出 但安东尼与03届好友们的相逢 在外界看来 依旧是一组没有悬念的对抗 只是没想到 一上来所展示的差距就如此之大 首战尼克全场出现了24次失误 凭了队史季后赛15纪录 作为主将 安东尼出现4次失误 全场15投井3中 得到11分10篮板 最终尼克惨负热火33分 赛季初 愁出满着的尼克显然是没有准备好 但实际情况就是 他们也没什么可以准备的了 林书豪倒下 香波特赛季保销 道格拉斯伤退 戴维斯被伤加重 钱德勒一直在带伤作战状态不佳 替补中锋杰弗里斯也受吸伤影响 战力有限 而对尼克而言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第二场战败后 小思把怒火浇灌在了热火主场的消防设施上 他一拳砸碎橱窗已是泄愤 但不料手被划破了 只能缺席第三场交锋 就这样 热火4比1轻松淘汰了多灾多难的纽约尼克 在圣牙首次和詹姆斯交手的季后赛里 安东尼五场得分分别为 11、30、22、41、35分 总计砍下139分 场均27.8分 颇有吕布占三英的气概 然而他只能目送詹维晋级 且最终加冕总冠军 早早开启休赛期的安东尼并没有闲政 他映照加入了美国南篮 备战接下来的伦敦奥运会 对于国家队 安东尼并不陌生 甚至还挺熟 因为从青少年时期开始 他就代表不同层级的美国队出战国际赛事 其中光是奥运会 此前就已经参加过两届 2004年 年仅20岁的安东尼入选了梦六队 当时的主教练是拉里布朗 圈内皆知 他不喜欢使用新人 比安东尼顺位更高的榜眼米利西奇 就在活塞座冷板等 因此甜瓜未能在首次奥运之旅中 得到足够的表现机会 他在场均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得到2.04分 1.6篮板 以及一块轻飘飘的铜牌 之后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 这时的安东尼已经可以担任更多的戏份 他场均出战19分钟 拿下11.05分 4.2篮板 在新光熠熠的孟八队里得分位列第四 最终如愿收获奥运金牌 美国南篮也重返世界之巅 2012年伦敦奥运会 梦什队志在未免 尚在巅峰的科比再度出山 詹姆斯 雷霆三少打完总决赛 也没歇着 德龙 保罗又一次余亮携手 一个达拉 勒福 泰森 钱德勒的加入 提升攻防弹性 菜鸟状元戴维斯 也随对出征拓展眼界 28岁的安东尼在阵中已属于老资格 尽管甜瓜在NBA荣誉不算多 但进攻手段非常丰富 在球场上能将百炼钢化作绕纸柔 他所需要的是一个充分证明自己实力的机会 很快 这个机会来了 那就是和尼日利亚的小组赛 虽然尼日利亚是小组中实力最弱的 但阵中好歹也有NBA球员法鲁克·阿米努 以及当时效力于CBA新疆飞虎队的强力外援 艾克·迪奥古 所有人都知道孟什队会赢 只是不知道居然会赢得这么血腥 而酿成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就是安东尼 孟什队在第一节就早早确立了领先优势 随后便进行了人员轮换 向着全队雨露均沾 只是接下来所有的雨露都集中在了安东尼身上 替补出场的甜瓜上来就在底角命中3分 第一节最后1分钟又连中3个3分 单节砍下12分 率队进一步扩大比分 第二节开打 安东尼延续着进攻火力 先是在内线轻松完成扣篮 随后自己单挑上篮得手 并在最后投进一个3分来结束第二节 半场战霸 安东尼仅仅上场7分钟便砍下19分 期间投进了5个3分球 这还没完 暂时先不告诉你两队的分差 因为后面会更加震撼 第三节 安东尼依旧无可阻挡 他在内线强打2加1 然后把火力再次转移到了外线 频频远程发炮 又接连标进5个3分 接球投 顶着投 运球投 急停跳投 怎么投怎么有 对手就是防不住他 在这一节7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甜瓜疯狂砍下18分 直接将两队比分拉到了50分 此外他还上演了安东尼连线 新秀状元安东尼戴维斯 刚一登场就接到甜瓜安东尼的传球 空中接力扣篮得分 就这样 甜瓜以一己之力把奥运正赛打成了表演赛 见战局已崩 他也随即打卡下班 毕竟对方也是要面子的 但安东尼火热的手感已经传到了队友的手里 加上一开始迪奥谷的挑战 孟诗队并没有见好就收 而是持续施虐 这也不能怪他们太残忍 毕竟总不能故意投歪吧 最终孟诗队以156比73 狂胜尼日利亚 全场得到156分 打破了1988年 巴西创下的单场138分的奥运会得分记录 而本场分差83分 也是新的奥运记录 再看安东尼 整场比赛他只打了14分29秒 便3分球12投10中 创下了孟诗队个人3分球记录 而他全场得到的37分 也是美国奥运史上个人最高分 奥运甜瓜当真恐怖如斯 当然 你可能觉得痛扁非洲球队没什么技术含量 但有句话叫做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9年后的2021年 美国南篮备战东京奥运会 他们在热身赛第一场 就以87比90输给了尼日利亚 虽然分差只有3分 但已经相当耻辱 同样被视为球场大杀器的杜兰特 在这场比赛里只得到17分 要不是第四节连得10分 阿渡当晚会更加尴尬 尼日利亚此番报仇血恨 不仅自己扬眉吐气了一把 也让其他球队看到了战胜孟之队的希望 虽然美国南篮最终还是夺得了东京奥运会的金牌 但过程绝不轻松 至少在决赛之前就遭到了比以往更大的阻击 有一说一 美国南篮去年遭遇这样的情况并不是杜兰特的责任 主要原因还是NBA的改革 这让联盟在规则上和FIBA有了更大的区别 尤其是对抗上强度完全无法匹配 近年来的美国南篮球员都习惯了联赛里体毛吹罚 但在FIBA的规则下 这些都行不通 这也是众多球迷呼吁安东尼第五次出征奥运会的原因 填瓜在国际赛场上不仅跳投精准 而且不具内线对抗 毕竟在NBA不受裁判待见的他 哪怕被打死也捞不到罚球 只是安东尼在收获三斤一桶 成为美国南篮奥运第一人后 便在国家队高挂战靴 虽然奥运瓜从此绝技江湖 但江湖始终保留着他的传说 对于每一个运动员来说 四年一届的奥林匹克夏季运动会 都是他们值得用整个职业生涯去追求的目标 只要是得到参赛资格 就已经证明自己是一名世界级的运动员了 而那一块奥运金牌 更是光荣一辈子的荣誉 但是有的时候 有些运动员得到金牌的野心过于强烈 各种荒诞离奇的作弊方式 什么男扮女装 打车赛跑之类的 让人叹为观止 八线过海各显神通 将奥林匹克的精神丢到脑后而不顾 今天这部影片 阿斌就为大家带来奥运历史七大作弊丑闻 第一位 搭车长跑开天辟地 奥林匹克源自古希腊时期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对天神宙斯的祭祖活动 因在祭祖活动中 有体育比赛这个环节 又被称之为奥林匹亚竞技 他们向世界宣扬公平与公正的体育精神 奥运精神出生于古希腊 但是没曾想 第一个在奥运史上作弊的运动员 同样来自于希腊 希腊马拉松运动员维勒克斯 在1896年 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替国出征 参加马拉松项目 并且最终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但是很快 排在第四名的匈奴利亚选手 带着另外三名选手 联名举报了维勒克斯 原来是他在比赛过程中 并没有亲自跑完全程 而是提前把马车停在比赛必经的公园里 当自己跑累了的时候 就坐上马车保存体力 吃着美食兜着风 等快到终点时 再装作满头大汉的样子冲过终点线 大人 时代变了 谁还跑步啊 维勒克斯也承认了自己的作弊行为 他的比赛成绩也被取消 而那个举报者 匈奴利亚选手得到了本甘属于自己的铜牌 第二位 继承先辈 顾忌成师 你也许不会想到 搭车跑马拉松这件事情 居然发生过不止一次 在第三届圣路易斯奥运会上 来自美国的弗莱德·洛兹 再次上演了同样的戏码 他本身并不是一名专业运动员 事实上 在那个年代 专业的马拉松运动员极少 即使是奥运会这样的大型比赛上 也以业余运动员为主 甚至从来没有跑过马拉松 弗莱德·洛兹平日里是个瓦工 晚上参加长跑训练 并且参加了业余运动联盟赞助的 五英里比赛 也就是八公里长跑比赛 从而赢下了参加奥运会资格 八公里和马拉松 本身就不是一个概念 让一个瓦工讲究奥运精神 似乎也有些天方夜谭 弗莱德·伍兹在第14公里的位置抽筋了 于是搭上一辆随行工作人员的车 甚至还在车里向场边的观众 以及其他参赛选手挥手之意 弗莱德·伍兹就这么愉快地乘车走了17.7千米 感觉腿脚恢复了 又直接从31.7千米处接着跑 而目睹这个过程的工作人员 命令他离开赛道 但是洛兹头也不回地继续奔跑 最终在人们的欢呼和吼叫中 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 当时罗斯副总统20岁的女儿 正在给他带花环 同时准备颁给他金牌 这个时候 那名目睹作弊过程的工作人员拍马赶到 揭发了他 瞬间在场人们的欢呼声转成了嘘声 弗莱德·伍兹当场笑了 他声称自己从没打算接受这一荣誉 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其实这一届奥运会马拉松还挺搞笑的 什么吃老鼠药激发自己潜能 跑到一半去路边吃美食 各种诡异的故事比印度搞笑电影还要离谱 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阿兵也可以专门做一期影片 第三位 白米赛到争先跑 安能变我是雄子 1936年柏林奥运会女子白米比赛 波兰选手斯坦尼斯洛瓦瓦拉·谢维奇 作为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女子100米冠军得主 他既是未免冠军 又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 但他却在这场比赛里 被美国人海伦·斯蒂芬击败 丢掉了金牌 自己的纪录也被铜破 输不起的瓦洛斯立马脑洞大开 向裁判团举报海伦·斯蒂芬是男扮女装参加比赛的 这位美国姑娘为了还自己一个金牌 只能拖得光溜溜地站在裁判团面前 经过几番严谨的核对和检查 他们确定海伦·斯蒂芬为女性 金牌核心的奥运会记录有效 正当所有人感叹波兰选手的思维 实在有些跳跃的时候 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来了 44年后 一具美国的瓦洛斯·维奇 在1980年意外遭枪击身亡 法医在验尸时候发现 这位曾经指责别人为男性的奥运冠军 体内拥有绝对性别的外染色体 但同时又多出一条X染色体 当然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尸体上 有一套完整的长枪炮弹 但是这个说法 阿兵并没有找到相关的讯息进行所证 这个我们就不细说了 法医对于他或者是他 到底是男是女 还无法下定结论 至于981年为了稀释宁人 才确认他为女性 保留了他的金牌 其实在奥运的历史上 这样性别不明的 或者是做了变性手术的运动员 还有很多 国际奥委会在2004年 首次推出了 针对跨性别运动员的参赛规定 首先是必须要完成变性手术 改变第二性征 然后性别在法律上获得认可 以及至少接受两年的荷尔蒙治疗 但即使是这样 当2021年东京奥运会 女子87公斤以上级别的举重比赛中 劳雷尔·哈布德 以奥运史上 首个跨性别运动员的身份出战 还包括此前的一些变性人运动员 每次都会产生非常多的争议 阿斌真的很难说得清 第四位 比赛不喝酒 喝酒不比赛 在1967年以前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并没有明确管控运动员的嘴巴 那不管你赛前是喝牛奶 喝茶还是喝可乐 都没人拦着你 而现代五项全能项目的 一位运动员汉斯 就有一个相当奇特的爱好 那就是在比赛前喝两杯啤酒 每约其名镇定神经 说实话 汉斯这个名字听上去就像是个酒鬼 酒精给他带来的力量 帮助他在1968年的奥运会中摘得铜牌 不过其实他不知道的是 早在一年前 奥委会就已经推出了反兴奋剂条例 其中就包括酒精这一篮 不出意外的 汉斯被检测出来 血液当中含有酒精 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 因为使用兴奋剂而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 而他取得的铜牌 自然也被奥委会收了回去 第五位 双胞胎替赛真假难辨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波多黎各运动员马德林·德耶苏 他主要的参赛项目是跳远和三级跳 但是他在本届奥运会上还报名了4x400米的接力赛 但是在他的个人项目跳远比赛中 马德林·德耶苏不幸受伤 为了能够保住自己接力赛的成绩 于是他灵机一动 智商占领了高地 让自己的双胞胎妹妹玛格丽特替他去参加预赛 好在他们的教练还是非常讲究奥运精神的 在得知马德林找妹妹替赛之后 直接带领队伍退出了比赛 第六位 强化装备一箭绝杀 1976年的蒙特利尔奥运会 奥尼深科是所有47名选手当中 资历最老 经验最丰富 同时技术也是最精湛的一位 他在比赛一开始就一箭将对手秒杀 而比赛结束的信号灯亮起时 所有人包括对手 裁判还有观众都没有反应过来 裁判还在感叹 好快的箭 但是对手帕克明确表示 对方根本就没有击中自己 但是裁判们里里外外查了半天 并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最后只能宣布奥尼深科获得了胜利 然而在第二场比赛中 灯风造极的箭胜奥尼深科 在对手刚刚举起箭的时候 信号灯再次亮起 裁判又在感叹 好快的箭 后来奥尼深科的箭被严查 他们最终发现 奥尼深科在比赛前 强化了自己的电子重箭 他在自己的箭柄处 打了一个八级强化宝石 只要奥尼深科按到他 就会控制信号灯亮起 从而秒杀对手结束比赛 裁判再一次感叹 好箭的人 此事发生后 奥尼深科连夜被特工带到了飞机场 将他遣送回国 并且剥夺了他之前所有头衔 奥尼深科的光辉生涯也到此结束 第七名 假残疾 真脑残 残奥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奥运会 对于那些在身体上 有一定缺陷的群体来说 运动赛场上的公平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般情况下 残奥会的重视程度 也不如奥运会那么高 一般人也不会花小心思 但是那些在残奥会上 动歪脑筋的 一般也不是正常人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上 西班牙男子 支离障碍队在比赛中 可谓是摧枯力朽 成绩惊人 战胜了葡萄牙 巴西和日本 最终赢得了残奥会 篮球比赛的冠军 比孟之队还要孟之队 比全明星还要全明星 可是在过了没多久 奥运会就收到了举报 称治之残疾人 篮球队里面 有很多都是正常人 奥委会立马中拳出击 结果发现在12名队员中 只有2名队员患有残疾 其他都是正常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 西班牙残障运动协会会长 福尔南多 马丁维森特 为了赢得更多的金牌 为了自己争取脸面 于是派遣了正常人 参加了这次比赛 此事过后 他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其实换个思路来想 这些西班牙运动员 还蛮冤的 智力正常的人 干不出这么荒诞的事情 怎么 骑士脑残吗 脑残就不算残疾人了 其实奥运会 这么长远的历史 更是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去完善自己的规则和制度 判定比赛结果的科技手段 和评分标准 也在不断地升级换代 而且运动员的职业素养 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 而得到提升 虽然偶尔还会起争议 但是奥运会 已经是世界上 最公正的竞技场了 以前这些故事 就当个有趣的笑话 听个乐就好了 作为四年一度的 世界级体育盛会 奥运会聚集着 来自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各个竞技项目 最顶尖的 11000多名运动员 这些人都站在了 体育的最顶峰 但是他们的收入 也能达到社会顶尖水准吗 最近 福克斯杂志 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底 他们公开了 本届奥运会收入 排名前9的运动员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阿斌前排提示 在之前的视频中 我们也说过 因为美国有着 非常高比例的富人税 再加上其他七七八八的税款 所以他们的实际收入 其实要比合同上的金额 要低不少 那么接下来 正片开始 第九名 猪霍勒迪 美国男兰队员 虽然猪哥现在 没有参加热身赛 但他依旧是 这届奥运会 最高收入的运动员之一 这名已经31岁的后卫 在20-21赛季 加盟雄鹿之后 很快得到了一份 4年1.6亿美金的续约合同 其中1.35亿是薪资 另外2500万作为奖金 但其实 如果霍勒迪 等到今年跳出合同 用10年功力以上 老兵鸟拳续约 霍勒迪最多可以签一份 5年2.28亿的合同 或者4年1.76亿的 无情肥约 相比较之下 他在代言耐克 微软 帕尼尼等知名品牌 一共得到200万美元 好像就有些不值得一提了 去除掉一些税款 他在过去12个月的收入 高达2300万 第八名 克里斯·米德尔顿 美国南蓝队员 目前熊鹿堆积着 四大千万肥约 除了上述的猪哥 还有姿母哥 大洛 以及那个男人 米德尔顿 作为熊鹿名副其实的二当家 米德尔顿拿着价值 5年1.78亿美元的超级肥约 除此之外 他同样拥有许多代言产品 比如耐克 联合利华 威瑞森 帕尼尼 这让他过去12个月的税后收入 多达2700万美元 第七名 锦之龟 日本网球选手 作为日本当今的网谈第一人 锦之龟虽然他的薪资并不高 但是他在日本本土的代言阵容 堪称豪华 光是2018年的代言总收入 就高达3300万美元 超越了纳达尔 成为收入仅次于费德勒的网球运动员 他为日清食品代言速食拉面杯 与日本航空签下5年1400万美元的合约 外加900万的额外奖金 同时承担他所有头等舱出行 不仅如此 他还与自己的球派供应商 威尔胜签下终身合约 以及与优衣库达成价值5000万美元的代言合同 不过大概是由于疫情的缘故 网球比赛的奖金值缩水 其他的收益也有所下滑 他在过去一年的收入跌到了3050万 第六名 德温布克 美国篮篮 美国篮篮本届三名刚刚打完NBA总决赛 没有参加热身赛的球员 居然全部上榜 不过这也恰好反映了他们带队成绩 给自己带来的身价加持 德温布克在本赛季的发挥 让人看到超级巨星的潜质 虽然太阳杀入总决赛并不是不可一人的功劳 但他却是毫无疑问的球队领袖 他在2018年与球队签下了一份5年1.58亿美元的合同 相比较米德尔顿 绝对称得上是良心 除此之外 他也与耐克成为合作伙伴 每场比赛都是穿着科比的球鞋 继承慢巴精神 除此之外 他的代言合作中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合作方 就是游戏使命召唤 大概已是榜单里为数不多为游戏代言的运动员 而这两项就给他带来将近700万美元的收入 再加上其他的收入 让他在过去一年中狂吸3050万美金与紧致龟并列 不过想到过不了几天就要和诸葛 米德尔顿一起坐飞机去日本 感觉还挺杀人出心的 第五名 罗里·麦克罗伊 英国高尔夫运动员 麦克罗伊是高尔夫界的传奇人物 从业余比赛一直杀入奥运会 励志的故事加上超强的实力 让他受到了许多品牌的青睐 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 先后和耐克、欧米加 以及联合健康集团进行合作 并且从中得到了2900万美元的收入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大众心中的贵族运动之一 高尔夫比赛的奖金 也在所有运动项目里偏高 麦克罗伊在2019年联邦快递杯 光是赢得的奖金就高达1500万美元 而他在最近一年的收入为3200万美元 排列榜单第五位 第四名 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塞尔维亚网球运动员 作为网谈的大满贯得主 德约科维奇在过去许多年的时间里 始终保持着男子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 并且对于纳达尔和费德勒 这样天皇巨星级别的前辈 也丝毫不掩饰自己的野心 他在之前的温网公开赛就得到冠军 让他获得了240万的奖金 而作为当今网谈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他的代言费自然也不是其他人能够比拟的 除了和标志、奥迪这样的汽车品牌 他还代言网球设备制造商海德 各种代言收到手软 总计3000万美金 再加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几百万的收入 德约科维奇的年收入一共高达3450万 第三名 达米恩·利拉德 美国南篮队员 终于来了一个今年打过国际比赛的NBA球员了 表哥利拉德在20-21赛季的薪水 高达3162万美元 但其实他还没等到自己最富裕的时候 2019年的夏天 拖荒者为了留住自己的当家球星 以4年1.92亿美元续约了表哥 2亿美金哎 阿滨可能这辈子 见都不一定能见到这么多钱 但是利拉德一年的时间就赚到了 他在两年后的年薪 就会高达5000万美元以上 实在是夸张到计较 除此之外 利拉德也逐渐成为阿迪达斯阵营中 最具实力的签名鞋球星 在2014年的时候 他就和阿迪签下了一份 10年价值1亿美元的代言合同 还发表了三张说上专辑 并且取得了加德勒 RK体育 以及呼噜等多个品牌的代言合同 唱掉RAP篮球 样样精通的表哥 在过去一年的收入 已经突破了4000万美元的大关 第二名 大阪直美 日本网球选手 没想到这个榜单 居然还会有女选手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赛事中 男子联赛的商业程度和受关注程度 都要超过女子联赛 所以大阪直美能够上榜 而且高居第二 实在挺让人意外的 拿到在日本打网球真的很赚钱吗 第七名也是日本的网球一哥 这边第二名又来了一个日本的网球一姐 这不是一边打网球 一边在印钞票吗 不过大阪直美的实力确实没得说 曾经拿下过美网、澳网等多个大满贯冠军 成为亚洲第二位能够拿到大满贯的女选手 而且最令人称道的是 她对自己商业价值的挖掘几乎达到了极致 尤其是当她退赛星星纳提公开赛 并且在纽约参加游行之后 谷歌、LV、李维斯等20多个赞助商都找到了大阪直美 她在短短12个月里的收入 达到了女子体育历史上创纪录的5520万美元 其中只有520万美元的零头剩下的几乎都是代言的费用 而她的代言费在全球所有运动员里 只仅次于罗杰·费德勒、勒布朗·詹姆斯和泰格·伍兹 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身收入 大阪直美在过去一年空降运动员的富豪榜 年收入高达6000万 第一名 凯文·杜兰特 美国男篮球员 作为NBA在本届奥运会的门面球员 杜兰特得到了前辈们都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她将在奥运会的开幕式上 作为美国整支国家队的棋手 向全世界展示她独特的魅力 本赛季她在篮网的薪水高达3905万美元 但是作为NBA最顶级的超级巨星 超标这种事情对于她来说简直就和数字差不多 一举一动都能带来经济效益 他们与NBA俱乐部之间的合同 只是他们庞大收入的冰山一角 就拿Nike来说 他们在杜兰特进入NBA之前 就以仅次于詹姆斯的6000万美元的合同将其拿下 随后又紧接着签下了一笔10年3亿美元的长约 传言他每年都能得到5000万美元的分红 其次便是代言广汽传奇的140万美元 还有加德勒、Bits以及NBA2K开发商 保守估计 这些合同总价值估计超过了1亿美金 另外 杜兰特还持有美国职业足球队费城联合的股份 还打造了一个多媒体品牌 杜兰特还拥有自己的风投公司35创投 以及近10家全美风投公司的股份 投资的领域还涉及科技、地产、装卖店、酒店和餐饮等 能在未来让杜兰特有将近4亿美元的收入 不过这些都是比较长远的目标了 具体当刚刚过去的一年 杜兰特的收入就已经高达7500万美元 但是对于32岁的杜兰特来说 他的商业布局才刚刚开始 至少支付他在推特上与网友亲切交流的网费 绝对是出出犹豫的 其实在榜单中 其他的运动员大多是网球、高尔夫这样的单人项目 能够像NBA球员这样 身为团队运动中的一员 还能拿着高于单人项目的收入 并且在前9的榜单中占据半笔江山 其实还挺神的 希望他们都能够在接下来的奥运项目中 取得不错的成绩吧 当NBA球员在1992年巴塞罗纳奥运会 第一次登陆国际赛场上的那一刻 苏联老帅哥迈尔斯基就说 世界豪强想要和NBA球员组成的美国队对抗 至少需要50年 也许老帅不曾想到过 仅仅不到30年 美国队居然会像今天一样如此脆弱 美国队在2021年再次集结了NBA的球星们 打造出了一套豪华阵容 备战日本奥运会 他们第一场热身赛的对手 则是来自非洲的尼日利亚 他们曾在9年前的伦敦奥运会上 狂输给美国队83分 即便是最近一次的2016年热身赛 他们同样以43分的分差 遭到美国队的吐露 这本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 美媒Hoop Center大放厥词 USA的首发阵容是不可击败的 当然每一个人都会这么想 然而两个小时之后 这支不可击败的美国队就以三分之差输给了尼日利亚 这是美国男篮自1992年加入NBA球员以来 第11次在国际赛场中输球 同样也是第一次输给非洲球队 惊动了整个篮坛 美国男篮为什么失去曾经的统治力呢? 有一种说法是 NBA与FIBA之间的篮球、场地、包括规则都有所不同 球星们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和磨合 例如FIBA磨腾篮球的皮质 比NBA的斯波丁篮球更硬 所以造成了美国男篮们的上篮 伐篮和投篮的罕见失准 当然 这个多少有些扯淡呢 真正影响美国队的 是FIBA赛场没有防守三秒的规则 大中锋可以肆无忌惮地震守在篮筐底下 伯伯这样在NBA只能在特定阵容上场的巨人 成为国际赛场上的核武器 如果是四大中锋时代 那么美国队能拉出一个连的超级中锋和你对着干 但是现在小球之风在NBA盛行 美国本土的传统中锋逐渐绝技 然而例如阿德巴约和格林这样 重视机动性忽视体型的小球精英内线 在面对来自欧洲的巨人们时 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 除此之外 大中锋的蹲坑让国际球队摆出大量的二三联防 夹击鲁莽突破的单挑球员 保护几方的禁区 这样就极大的考验了突破球员的强攻能力 或者是夹击出球能力 而所谓现代美式后卫和传统空卫的区别 恰巧也就在于这两项能力的选择上 同样是突破 利拉德会选择信任自己的能力 顶着人强干 而文森特会找到切入的队友 或者置于三分线外的投手 美国队主教练波波维奇就在赛后表示 现在其他国家队都在持续进步 但NBA里面的单挑技巧在国际赛场上并不管用 当然 说到投手 FIBA和NBA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 那就是三分线的范围 NBA在距离篮框最远的湖顶三分线 比FIBA要远了半米之多 也就是说一些缺乏天赋的射手们 能够在NBA之外的赛场上 成为一名杀伤力极大的外线威胁 这支尼日利亚的队员 放在NBA绝对算不上三分够看的球员 但是他们全队依然投出了 三分42中20的命中率 其中文森特在NBA的每36分钟就要投8.2个三分球 但是命中率仅仅只有30.9% 看的人头皮发麻 但是到了国际赛场 他在美国队脸上颜射8G三分球 命中6G 拿下全场最高的21分准得吓人 同样的 如果尼日利亚能够投死美国 那么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国家 似乎也有能力做到这般图神的壮举 联防的重要性压制住了美国球员赖以天赋的单打技术 三分线的缩短拉近了巨星们和角色球员之间的进攻差距 此消彼长之下 美国队员在NBA历练出来的一身本领 似乎在国际赛程上失去了优势 当然 规则的限制固然有所让美国球员有些束手束脚 但是他们与其他国际球队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 也是他们这几年逐渐衰退的原因 尼日利亚的球队中拥有许多NBA球员 其中三名球员来自迈阿密热火的板邓席 堪称是热火三队 实际上 在尼日利亚南篮的16人大名单中 算上缺席的熊路队员诺瓦尔 一共有八名球员正在效力NBA 其中一大部分是尼美双重国籍 但最重要的是 只有一名球员没有征战NCAA的精力 而除开了这些人 尼日利亚还规划来了全明星后卫丁维迪 稳坐轮换的阿米努和蒙特莫里斯 以及已经效力美国南篮 但是拥有纯正尼日利亚血统的首发中锋 阿德巴约 这支非洲军团将自己最杰出的篮球天才 一股脑地送到了美国 所以有着非常浓厚和正统的美国篮球的影子 虽然这一场热身赛的胜利 并不能证明尼日利亚在篮球上超越美国 但是他们在美国培养篮球天才的计划 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收益 这样的情况已经不算少数 在NBA进入21世纪之后 联盟正在一点点地被国际球员所占领 2002年 姚明成为了除双国籍之外的第一位NBA状元 2005年至2007年 加拿大的纳什和德国战车 包揽了三年的MVP 而在刚刚过去的三个常规赛季 一个来自希腊的怪物 一个来自塞尔维亚的胖子 同样完成了这一个状剧 再加上MVP前五中的非洲大帝恩彼得 横扫欧洲的超级天才东契奇 这四个人如果继续包揽未来5-6年里超过一半的MVP 并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 而最近四届的最佳防守球员 三个给到了法国的戈贝尔 一个给到了希腊怪兽字母哥 时间再往前一点 14年的法国诺阿 13年的西班牙小家 让这个奖项几乎快要变成国际球员的天下 此外 还有来自非洲雄师卡麦隆的西亚卡姆 澳大利亚的状元西蒙斯 加拿大的状元威金斯 除去这些已经名声在外的国际球星 隶属于各支球队的角色球员 未来之星 大多也来自五湖四海 虽然他们的实力暂时无法与球星相比较 但是对于国家队来说 最重要的是他们并不惧怕对抗美国队 遥想1992年的孟一队 世界各国都是抱着仰慕和畏惧的心情与之交手 即便到了2008年的奥运会 也依旧有国际球员在被美国队暴揍之后 向科比索要亲笔签名 这样天然下位者的心态 即便他们真的犹豫 这两支超强美国队搬手腕的实力 也无法百分之百地发挥出来 但是随着国际球员们不断涌入NBA 他们也多了与这些巨星们交手的机会 自然也不会感到畏惧 双方在心理上已经到了同一条旗袍线上 他们知道如何战胜对手 在美国队有机会搬平比分的最后一球 拉文绕了一大圈 想与格林完成无球挡拆 但是尼日利亚的球员们直接放弃了三分线附近的格林 直接包夹拉文 最终让美国队的最后一次战术执行炮汤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移 现在的美国队已经不如当初一般神秘而强大 当然 除了对手的实力增长 美国队实力下滑 人员不整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这已经成为美国队近几年老生常谈的问题 单论这一场热身赛来说 因为季后赛的缘故 美国队在比赛之前只集训了整整五天 许多球员甚至是刚刚经历了一整轮系列赛的磨损 又立马投入到了新的比赛备战当中 再加之雄鹿的米德尔顿 朱霍勒迪以及太阳的德文布克 目前还在总决赛上捉队厮杀 现在这支美国队 还远没有达到他们的理想状态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完整阵容也没有1992年和2008年那般恐怖 如果勒布朗·詹姆斯斯蒂芬库里这样的门面级别的天皇巨星能够加入美国队 那么无论那些国际球队有多么高质量的NBA球员 在规则上有多么大的优势 在真正的实力面前都于事无补 不过美国队对于自己阵容的管理一直相当松散 因为一开始NBA就和美国篮鞋就不太对眼 直到上世纪80年代 NBA和国家队都井水不犯河水 可即便是1992年开创了鲜河 NBA球星们对于国家队的态度也依然随意 想去就去,想走就走 更极端的情况发生在2019年的南篮世界杯 当时的一众大牌球星都抹足了进准备第二年的奥运会 当赛季入选三套最佳阵容的11位美国本土球员 其中10人都拒绝参赛 只剩一个肯巴沃克愿意打 外加上米德尔顿和大洛 在当时一共只有三名全明星球员 还都是边缘水准 而最大牌的居然还是主教练波波维奇 所以这支东拼西凑下来的美国队 拿到第七名的历史最差战绩好像也并不例外 这一点,关乎球员们对于自我利益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现在的巨星们会逼供球队交易自己去更好的球队 施压管理层给自己开出更高的薪水 为了在合同年保护自己的健康 拒绝去国家队报到等等 当然,这没什么不对 只是如果放到为国出征这种层面的比赛 阿斌个人觉得会有一点点的自私吧 毕竟老一辈的球星们从来没有这般斤轻计较 每一次都不留余力 美国队一家独大的局面被打破 但是他们依然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 但是对于在世界蓝坛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亚洲国家们来说 尼日利亚成长和胜利的经验 也许能给我们极大的启发 将自己的青年才俊送到美国的训练体系下进行磨砺 取长补短 寻求整体实力的进步 最重要的是 正是这个强大的对手 无害怕也不手软 打出自己的篮球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亚洲也会出现一支能够击败美国队的队伍 美国南篮在南篮世界杯上 未能获得前三名的成绩 对于被誉为梦之队的传统来说 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植入和挑战 这次是令他们感到羞愧和挫败 激起了他们强烈的复仇之心 因此他们渴望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上 证明自己重新夺回篮球世界的统治地位 美国南篮总经理格兰特希尔 也在今天公布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 41人候选名单 让全球篮球迷为之振奋 这份名单汇聚了 当今NBA联盟的最顶尖球员 无论是现役的超级巨星 上个时代的一线顶流 还是当魂的中生代和冉冉升起的未来之星 无一不是篮球界的璀璨明星 他们的加入使得美国南篮阵容更加强大 因为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增添了无限看点 这份名单将成为最终决定进入 正式阵容的12人的基础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份名单上 都有哪些球员一起见证 他们在奥运会上的复仇之路 联盟三大门面是谁 相比不用说大家也清楚 詹姆斯·多兰特和库里 他们在NBA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尽管如今他们都已经超过了35岁的年龄 但仍然保持着出色的经济状态 令人难以置信地展现出了超越年龄的篮球水平 勒布朗·詹姆斯作为NBA历史上最为全能的球员之一 他拥有出色的篮球智慧和领袖气质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4.8分 7.2篮板 7.4助攻和1.3抢队 永远是洛杉矶湖人队不可或缺的核心球员之一 无论是得分篮板助攻还是防守端的贡选 詹姆斯都展现出了他的全面实力 凯文·多兰特作为一名得分手 他的技术和球商堪称一流 本赛季他场均能够轻松得到29.6分 6.3篮板 5.6助攻 0.9响段和1.2分盖 展现了他在篮球场上的统治力 尽管曾经遭遇过严重的伤病困扰 但多兰特依然保持着顶级球员的水准 为布鲁克林篮网队带来了不可或缺的进攻火力 斯蒂芬·库里 作为三分球的先驱者和最出色的投手之一 他的投射能力在NBA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 本赛季他场均能够贡献26.7分4.2篮板和5助攻 成为金州勇士队的得分利器和组织核心 库里以其灵巧的手感和超凡的射手天赋 成为了篮球界的传奇人物之一 尽管他们都已经步入职业生涯的晚期 但詹姆斯·多兰特和库里 依然展现出了顶级球星的水准和竞技状态 他们的表现不仅让人惊叹 一位年轻一代的球员树立了榜样 展示了何为真正的篮球传奇 在他们的代理下美国南篮必将在巴黎奥运会上 再次闪耀向世界展示篮球的魅力和力量 以下八位球员的实力无疑也是不可忽视的 他们都是当今NBA联盟中的顶级球员 拥有着出色的篮球天赋和表现 如果他们有意加入美国南篮 那么无疑跟上面三位一样 美国队向他们敞开欢迎的大门 成为球队的宝贵资产 为球队的实力提升增添更多的底气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恩彼得 作为联盟中最出色的内线球员之一 恩彼得在进攻端具有出色的得分能力和篮板球能力 同时在防守端也是一位杰出的防守球员 他的身体素质出众 可以在内线轻松取得优势 同时他的投篮技巧和篮板球能力 也是联盟中的佼佼者 恩彼得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带来更多的得分和篮板球 同时在防守端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是农眉 作为一名全能的内线球员 农眉在进攻端和防守端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拥有出色的得分能力和篮板球能力 同时在防守端也是一名杰出的防守球员 农眉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带来更多的得分和篮板球 同时在防守端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伦纳德虽然在过去两年遭遇了大伤 但在本赛季他依然展现出了出色的状态 他拥有出色的得分能力和篮板球能力 同时在防守端也是一名杰出的防守球员 伦纳德的全面能力和领导力 使他成为球队的核心之一 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他都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塔图姆巴特勒布克等球员 也是联盟中的顶级球员 他们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带来更多的得分和篮板球 同时不管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都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哈登和利拉德作为超级巨型 他们在进攻端有着出色的得分和组织能力 同时在防守端也有着不俗的表现 他们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带来更多的得分和组织 同时也能够提升球队在防守端的 稳定性和强度 总的来说 这八位球员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带来更多的选择和变数 他们的实力和表现不言而喻 将为球队的成功贡献力量 同时也会为球队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 注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 相信在这八位球员的领先下 美国南篮必将在巴黎奥运会上 再次展现出强大的实力和竞争力 向世界展示篮球的魅力和力量 如果以上11位参加奥运会 那么金牌确实是十拿九稳了 但很多球星修载期 都会为了家庭和事业 无法出战奥运会 不过他们还有后备力量 全明星级别的球员 他们也不少 首先是保罗乔治 作为一名全面的球员 乔治在进攻和防守两端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的得分能力 篮板球能力和防守能力 都是联盟顶尖水准 尤其是在国际比赛中 乔治的打法更是得心应手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3.6分 5.6篮板 3.6助攻和1.6响断 是美国南篮的得分和防守力气之一 接下来是欧文 他在国际比赛中的表现 同样令人期待 他的投篮技术和得分能力 是联盟中数一数二的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5.2分 5.1篮板和5.3助攻 是一名出色的得分后卫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进攻端 注入更多的火力 杰伦布朗作为一名运动能力出色的 侧翼球员 他在防守端的表现尤其出色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3.1分 5.2篮板 3.6助攻和1.1抢断 是一名全能型球员 能够为球队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 哈利伯顿是一名出色的全球手 他的组织能力和篮球智商 在联盟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3.6分 4.1篮板 12.6助攻和1.1抢断 是一名优秀的控球后卫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组织端 注入更多的灵活性和变化 福克斯则是一名运动能力出众的空位 他的速度和爆发力 在联盟中都是数一数二的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7.4分 4.1篮板 5.6助攻和1.6抢断 是一名出色的得分后卫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快攻端 注入更多的活力和速度 爱德华兹之前已经参加过孟之队的比赛 他的实力和表现都是毋庸置疑的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5.5分 5.4篮板 5.2助攻和1.2抢断 是一名全能型球员 能够为球队在进攻和防守两端 提供多方面的支持 米切尔是一名全能的后卫球员 他的进攻端和防守端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7.8分 5.4篮板 6.1助攻和2抢断 是一名优秀的得分后卫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进攻端 注入更多的火力 阿德巴约则是一名全能的内线球员 他的进攻端和防守端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本赛季他场均可以贡献21.5分 10.5篮板 4.3助攻和1.1抢断 是一名出色的内线球员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内线防守端 注入更多的力量和稳定性 英格拉姆和贾伦杰克逊 虽然在上次世界杯上的表现并不理想 但他们的实力和潜力依然不可小视 他们都是全能型球员 在进攻和防守两端 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们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增添更多的选择和变数 使球队更加全面和强大 除了刚才提到的10位全明星球员 还有一些具有昔日风采和实力的球员 他们同样能够为美国南篮的夺金之路 增添更多的支持和助力 首先是克里斯·保罗 虽然他已经不在巅峰状态 但他的领袖能力和组织能力 依然不可小觑 保罗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攻球后卫 他的智慧和指挥能力 可以在关键时刻 为球队带来稳定和领导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 注入更多的战术智慧和团队凝聚力 接下来是霍勒迪 作为一名防守能力出色的后卫 霍勒迪在防守端的表现尤为突出 他具有出色的防守意识和身体素质 能够限制对手的得分能力 是一名优秀的防守球员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防守端 增添更多的稳定性和强度 特雷昂是一名出色的持球大核心 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尤为突出 特雷昂具有出色的得分能力和组织能力 能够为球队带来更多的得分和助攻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进攻端注入更多的创造力和变化 此外还有贾勒特阿伦作为一名全能性球员 阿伦在进攻和防守两端都有着出色的表现 他的得分能力和篮板球能力都是联盟顶尖水平 同时在防守端也能够起到重要的作用 他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全面性和深度增添更多的保障和支持 格兰特希尔此次的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让所有可能上场的球员都参与进来 除了之前提到的球员之外 还有一些备选球员也都上榜了 布伦森 班切罗 贝恩 巴恩斯 布里奇斯 卡鲁索 阿伦哥登 约什 哈特 西罗 霍姆格伦 卡梅隆 约翰逊 凯斯勒 波蒂斯 李福斯 邓罗和怀特等球员 虽然在全明星赛场可能并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字 但他们在联盟中也都是实力不足的球员 都有着出色的技术和能力 这些球员的加入将为美国南篮的阵容增添更多的深度和实力 使球队更加全面和强大 无论是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他们都能够为球队提供可靠的支持和帮助 虽然他们可能并不是球队的核心球员 但他们的加入使美国南篮的整体实力更加雄厚 为球队的成功夺金之路打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格兰登西罗这些决定展现了他对美国南篮夺冠的执着和决心 他不惜一些代价 力求让美国南篮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最佳的成绩 相信在这些球员的共同努力下 美国南篮必将再次展现出世界一流的实力和竞争力 为荣誉而战 不过让球阁最意外的是当属恩比德这三个大字 在美国南篮最需要大中风的时刻 恩比德改国籍加盟的精神 堪称赶天动地 我愿称他为最强雇佣兵 只是不知道未来面对科麦隆 法国老三时该如何是好了 美国篮球协会终于公布了 前往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梦之队名单 简直就是NBA群星云集 豪华程度堪称史无前例 这支阵容可以说是集齐了联盟内所有顶级球星 无论是实力还是人气 都是碾压性的存在 其中詹姆斯 杜兰特 库里等球员熟知的NBA球员 全部入选 备受关注的恩比德 伦纳德紧随期后 看看这支梦之队的阵容名单 可以说是星光熠熠令人目眩神迷 本次入选美国梦之队的队员分别是 詹姆斯 库里 杜兰特 恩比德 塔图姆 哈利伯顿 布克 霍勒迪 爱德华兹 农梅 阿德巴约和伦纳德 这些球员无一例外都是联盟内的超级巨星 他们的球技和影响力都是当今NBA最顶尖的存在 从阵容配置上全部为此前表态的球员 也就是在上一届南篮世界杯之后 以詹姆斯为首的球员率先在自媒体表态 愿意为国夺回荣誉的球员 只是最后没有追梦和欧文 这两人此前也表态得很早 他们想跟随詹姆斯和库里一起去征战奥运会 但未能如愿一场 球员名单NBA顶尖巨星尽数到齐 詹姆斯依然是这套阵容的绝对核心 他不仅在战术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更是在精神层面引领着整支球队 作为39岁的老将詹姆斯本赛季 依然能够轻松地取得 25分加8篮板加7助攻的全面数据 年事已高但依然无法阻挡詹姆斯强势的表现 他也是第一个表态愿意为国效力的球员 同时也是NBA球星发起人之一 此外由于主教练是克尔 库里与杜兰特入选也在情理之中 杜兰特这位死神在进攻段的爆发力 简直无人能及 他的身高投篮和运球能力 都是联盟顶尖水平 堪称是当今最出色的得分手之一 至于库里这位历史最强三分王的投篮技术 更是令人贪为观止 他的投篮准确度和远程轰炸能力 都是联盟第一 可以说是改变了篮球这项运动的发展方向 除了实力之外 克尔更相信库里和杜兰特的配合与默契程度 他们在奥运会上可以重现当年勇士夺冠的战术 在后卫线上霍勒迪不可或缺 虽然实力不及欧文 但他的防守强度确实是最好的一位 也是这12人大名单中的外线防守担当 挪梅和阿拿巴约身边有了恩彼得 他们可以安心打四号位 塔图姆和布克是得分型球员 埃德华兹和哈里伯顿是两位年轻小将 未来美国南篮需要他们的领导 伦纳德更是不用说了 他也是NBA公认的超级巨星 攻防两端都是全面无死角的墙 实际上这份名单争议最大的就是恩彼得 美国南篮近些年一直缺少传统中锋 恩彼得放弃了法国南篮的邀请 加入了美国南篮 他是想获得更多荣誉 对于恩彼得而言 对荣誉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无论是之前的德芬王还是之后的 常规赛MVP 恩彼得的目标非常清晰 跟随这些美国南篮 他距离奥运会金牌更近了 阵容特点 三分防守内线全面覆盖 首先是在三分线上的杀伤力 库里杜兰特塔通姆 甚至包括詹姆斯这四位球员 都是联盟顶级的三分射手 他们的远头准确度和爆发力 令对手望而生畏 再加上像布克哈利伯顿这样的 年轻球星的加入 孟之队的三分线上 简直就是一个杀人狂魔 无论是近距离还是远程 他们都能够随时给对手 制造致命的威胁 尤其是防守端的强大实力 伦纳德 霍勒迪 AD 能球员 都是联盟顶级的防守汉匠 他们不仅身材高大 而且防守意识和技巧都非常出色 再加上像爱德华兹 阿德巴约这样的年轻球员 孟之队的防守 简直就是一道铜墙铁壁 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绝飞意识 这种防守实力的震慑力 可以大大限制对手的进攻效率 为孟之队赢得比赛 提供了坚实的屏障 最后是内线的统治力 虽然孟之队的四号位球员相对来说略显单薄 但是有大帝这样的内线怪兽加盟 无疑是对内线实力的极大补充 大帝不仅身高体重出众 而且在篮下的得分 篮板和盖冒能力都是联盟顶尖 完全可以与阿德巴约 农眉哥等内线球星一起筑起 这支美国队的近飞区 可以说这支孟之队 无论是在三分线 防守还是内线 都拥有联盟顶级水平的球员 这样的阵容配置 简直就是梦幻般的存在 意义重大 单独库合体 杜兰特有望创造历史 除了阵容本身的强大 这支孟之队还有一些其他的意义重大之处 首先是詹姆斯 杜兰特和库里 这三位巨星在国际赛车上的首次合体 尽管在NBA联赛中多次交手 但是他们从未在国家队同队竞技过 这次奥运会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合作机会 这对于球迷们来说 无疑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盛宴 对于库里来说 这次奥运会或许是他职业生涯中 实现大满贯的最后机会 尽管他已经获得了篮球运动员 梦寐以求的所有荣誉 包括他在2022年夺冠时 获得的最有价值球员FMVP奖项 但他尚未代表美国队参加过奥运会 因此奥运会金牌成为了他 荣誉墙上唯一缺失的一款 其次是杜兰特有望创造历史 如果他能够在这次奥运会上 再次夺得金牌 那么他将超过曾经的美国队长 卡梅隆·安诺尼 成为美国南篮队史上 获得奥运金牌最多的球员 这将是他篮球生涯中的 又一个辉煌时刻 也是他对于美国篮球的贡献之一 最后是恩比德的加盟 作为一名卡麦隆或者说是法国球员 恩比德最终选择为美国队效力 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惊喜的决定 他的加盟不仅填补了 孟之队内线的短板 同时也展现了 美国篮球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向全世界展示了 美国篮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总的来说 这支孟之队不仅拥有着 联盟顶级的球员阵容 而且还承载着 诸多意义重大的故事情节 他们无疑是奥运会夺冠的热门之选 也是观众们期待的焦点之一 不过美国南篮在配置上 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 首先是球队的年龄过大 尽管球队拥有众多顶级球星 但年龄都偏大 这可能会在比赛中影响到球队的体能和持久性 其次是防守悍将过少 尽管球队中有一些出色的防守球员 但整体而言 缺乏专门的防守悍将 这可能会在面对强大对手时 造成防守上的困难 最后是关于科尔的战术 能否支撑有中锋的球员 科尔喜欢运用五小阵容 但国际赛场的特点和规则 与NV有所不同 对内线球员的需求可能更加重要 科尔可能会尝试将大个子球员 投射到外线 或者让一些球员在不同位置上发挥作用 但这样的战术是否适用于国际赛场 以及对手是否会根据科尔的策略 做出应对 还需要在巴黎奥运会上见分晓 光是看阵容强度 巴黎梦志队的豪华程度 是其他队伍难以媲美的 但如果真的翻车了 那么他们也很容易成为其他队伍的笑话 在科尔的指教下 一切成绩都有可能 除非球员们真的能用自己的实力 超越战术体系 打出非常不错的发挥 或者科尔妥协 选择用传统的内线体系打法 不然在国际赛场上 NBA的那套五小阵容打法 还真的未必能够打出不错的成绩 詹姆斯作为本次梦志队的领袖 他的发挥也直观重要 今年的他是最后一次参加奥运会了 如果能够夺冠 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末期 在天上一笔荣誉 相信老战的历史地位也会更加稳固 但对他本人来说 荣誉并不重要 之前的梦志队翻车惨败 让美国梦志队添上了耻辱的一笔 而这一次老战领袭的目的 是让更多的人看到 美国的梦志队不是不强 而是强悍的人 在上一届都没有参加 就这样史无前例的豪华阵容 大家觉得今年的夺冠是否毫无悬念了呢